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杨 今天呢我教大家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魔术 一样东西呢一个玻璃杯 还有这个是开心果大家都吃过 对吧 嗯 好首先你帮我检查下这个玻璃杯的杯底 确定它非常的结实坚固 可以瞧瞧看 检查杯底干嘛 因为待会我们需要用到它 没有问题 第一步我们把这个开心果放在玻璃杯里面 嗯 等会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等会事情非常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会 这个开心果 会从玻璃杯的顶部 穿透到玻璃杯里面去 你想不想信 不信 不信对吗 看好咯 仔细看 在这里 看到吗 兴趣 开心果穿透玻璃杯 希望让你们喜欢 好咯 OK 那这个开心果穿透玻璃杯的效果呢 特别特别的棒 这个刘谦也表演过 时间点 它这个开心果是道具 它里面是有小磁铁的 里面是有小磁铁的 里面是有小磁铁 然后需要一个一枚磁铁 它可以吸住 可以吸住 表演时候呢 需要一枚玻璃杯 因为我家里没有那种高的那种瘦的那种玻璃杯 我只有这种胖胖的玻璃杯 你们最好是用那种高高的 然后瘦瘦的那种玻璃杯 透明的 多个意思吧 你好low哦 连个杯子都没有 对比较穷 差点比较穷 好 然后呢 准备功夫分取掉 一开始先藏一枚开心果 在你的手里面 然后呢 拿出玻璃杯 这个比方中检查 直接带在你们的右手中指上 然后 没问题 先把这个扔到玻璃杯里面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最最为重要的一步 你把这个玻璃杯 放到你的手上 你的手是这个样子拿的它 是这个样子 就是反过来拿的这个玻璃杯 好变 就要这样变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把杯子整个倒扣过来 让里面的开心果 倒下来 但其实呢 你用戒指把它吸住 然后 顺势把它往下翻 就说什么都倒不下来 因为被吸住了 然后同时这只手里面 打开 让观众感觉 你把玻璃杯里面的这个开心果 倒到你的手上 但其实你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偷龙转风 对吧 又换成了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你在里面吸着的 对不对 直接吸住的 然后这样观众看不到 把这么一开心果 放到玻璃杯的上面 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手往上 它会开心果 会跟着你一起动 对吧 然后一直吸 一直吸 然后这里面吸住 这么一开心果 整个一起往后一拉 这么开心果就会掉 就很像 就很像 从正面看我们再看一次 从正面看的效果 我刚刚这个原因懂吗 这样 对吧 好 我们从正面再看一次 正面看就很爽了 侧面看跟傻逼一样 对不对 后面看 正面看就很爽了 这边 好看到吧 开心果在这 这个就很感伤 吃斑了吧 你要确定它们吸得住 诶 掉哪了 失败了吧 对 这就 装逼装气也多了 就会因为失败 好 ok 这样 怎么样 对吧 正面看效果是不是就很棒 再来一次 要放到边缘 如果你放在靠后的话 因为这里面磁力很小的 你要放在边缘上这样 怎么样 对吧 那这就是开心果穿透玻璃杯的魔术 教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期到这里 欢迎各位在我们视频下方评论点赞 下期再见 不散